大家好 欢迎收听马韩编辑部的节目 今次就想和大家分享一则美国的趣闻 但这一则也不算得上什么趣闻 因为当中涉及一名男子过身 为什么这名男子会过身呢? 原来就是被他所养的一只狗开枪打掛了 细节是怎样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最重要是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网上编辑部、正乱部和晒冷气 就在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这一则消息大约在两日前所发生的 地点位于美国鸩薩斯州的Gutter Spring 当地有一群人一起去打猎 打猎一般来说都会带上自己的猎狗去 和聂窗 再加上有其他人一起同行 这一名主人只有30岁 他的名字叫做Roseph Austin 同时他也带上那只猎狗 在途中他就坐在他朋友的一架货车 他就坐在前排的乘客位的 而他那只猎狗就坐在后座 和他的那把猎枪也是就丢在后座 而且是上有子弹的 不幸的事就在这个车里面发生了 那只猎狗不知做什么 可能是白无了奶 就在后座走来走去 一个不小心就踩到那把枪的板机 就打中了他主人的背脊 当时的当堂主人自自然然痛到飞起 所以出现这些特殊的情况 事记也立即停车和报警 没多久警察也到场了 当时的时间大约在早上的9点50分左右 救人员也到了 但是很不幸抢救无效 狗狗的主人就过世了 30岁人就被他自己所养的狗开枪打死了 那我相信那只狗就无意识 他也不会开枪 只不过他的主人就把他自己那把东西 随便扔在后座上 有时狗可能要伸懒腰 又或者想望下街外风景 应该很自然的 会走来走去 更加不会像我们人那样 绑着安全带的了 刚好就得禁销 也是踩中了他那把枪 然后刚好得禁销 他那把枪就上了堂 是因为这样 无端端就过世了 自此之后他的亲友也创建了一个众筹的网页 还说他平时是一个善良 有趣和聪明的人 而且都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不用三天就已经筹到大约一万元的美金了 而这位男事主他在生的时候 他就是在一家渠母的公司工作的 而他这些同事也说感到非常远色 这样就失去了朋友和一名好好的同事 美国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 枪械泛滥到根本枪都是多个人很多 人人都可以做一把 而且很多人对这些枪械也都很不负责任 更加不会在意他怎样保管 就好像这宗案件 那样 随便将那把东西丢在车后面 而且更加危险的就是 那把枪还上了堂 你在车里坐在里面 又不是在打猎 便有这样的必要要上堂 所以我自己就认为 虽然他的同事就说 这名男事主很好人 很有爱心 很有责任感 很聪明 但是我个人认为 他就并不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而且也都很粗心大意 怎可以 求求其其 就将一把这么重要的东西 就劈在车后面 如今 就一枪 就被他自己所养的狗狗打掛了 你说几可惜呢 这样的死法 我觉得很无辜 很冤枉 但是不说大家不知道 这种这样的死法 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而是近几年来 美国已经是发生过很多单 是被犬科的动物 打伤或者打死的 但是 发生过这么多宗的 被自己的狗狗 开枪打伤或者打死的案件 但是美国 也不会说 有很多人出来说 要对枪械有所管制的 拥有枪械 可以说得上 对美国人来说 是至高无上的权利 是不容侵犯的权利 谁要侵犯他的权利 谁要侵犯他的权利 谁都没有运行的了 而正因为这样 无论全国发生过 大大小小 多少宗惨案都好 创械拥有权利 是至高无上 不需要管太多 有些州份管得严厉 有些州份管得非常松 尤其是一些 比较人小的地方 镇仔 农村 一般来说 很多都会收到一两把 尤其是对一些 创械外耗者来说 更加摆成屋 既然人人都有几把 就算有人想要管也好 你又不可能从他人手上 将他现有的东西拿走 所以就算要管 根本都管不来 因为实在太多太多了 而根据美国皮休中心的研究数据 就说到 在2020年就有超过 500人就因为这些枪下意外而死 还有 在2020年至2021年的时候 也就是在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候 美国买武器的人 竟然出现创纪录的水平 创中买了超过4300万枝 根据另一个媒体所报道的就是 在2004年的佛罗里达州 就有一只 牧羊犬 害唱打伤一名男子的手背 而另外 根据《卫报》报道 在2015年 又有一只 名叫做 Trigger的 Labador 拉布拉多猎犬 在印第安纳州 就不小心地 又打中一个女人的脚 而且是近距离射中的 很不幸 这名妇人 对脚也保不住 2018年 就一名叫做 Bello的斗牛犬 爱河华州 一间房里面 在一间屋里面 跑来跑去 又是不小心 就踩到一把枪 而那把枪 又刚巧 急不小心 射中她的主人 而她的主人 名叫做 Richard Remy 这样 他就掛了老陈 到底 在这一宗案里面 当时 这只狗 跳到沙发 而在沙发上面 就丢下了一把枪 而当时 她的主人 就坐在这把枪的旁边 这只狗 跳上去 一声 就踩中 板机 打掛了她的主人 还有一宗在2018年 新墨西哥州的 一次狗猎的活动里面 当时 就有一只 混血的 洛威娜 走到她主人 车的后座的时候 刚巧 不小心 这只狗 就踏上 一把枪的板机 当时 主人 正在开车 打一声 打得很承认 真是吓死 这一次就很幸运 就没打中 就打到 把椅子就串到个洞 当时 她主人还以为 是否有追击手 吹她 怎会有追击手 吹她 事实上 无端端 怎会有个傻佬 在吹人 才可以 她最初还以为 在沙漠 有人伏击她 接着之后 出现这宗意外 她主人 也向警察说 她不是故意的 她是很好的狗 我相信 这些狗射死人 狗射伤人 的事件 真的可以说得上 美国独有 我自己就真的从来 没听过 有哪些国家 会发生的 这么无稽 这么疯狂的意外 才可以 最重最重的原因 都是因为 美国从来 都是不管好 任由反 任由这些武器反滥 类似的案件 也都时有发生的 已经是变得很轻松平常 但是对很多国家的人 来说 发生这些事情 真是匪夷所思 有一件事 可以肯定的就是 这些意外 其实 都是因为 主人疏忽而造成的 有什么理由 可以将自己的武器 随便砍 你那把 是枪 按个键 就准备了蛋 是可以杀死人的 但是 对于这些武器 我相信很多美国人 都是隨便砍在一边 不会真是好好地 爱惜它 或者收起它 这些意外 也不怪狗 根本 不知道是什么 更加 不懂得这样开枪 所有的意外 都的而且 狗无关 那些主人 都是人类 自己犯的错误 不过 这些错误 是可以 没命的 不知这些 是不是 美国民主自由的代价 大家都不妨留言 分享下来的看法 这次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次回来 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